徐达最惨的败仗 徐达善于用兵与长玉春齐名 堪称是明朝初年的第一名将 可是在徐达人生中却遭遇过一场惨败 甚至连朱元璋都十分震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还得从洪武三年说起 这一年朱元璋命徐达率领大军向西北地区进军 围困兰州城的元朝大将阔阔阔铁木尔闻训后 立即率领十万大军迎战 双方在审尔宇展开激战 且和元军遭到惨败 阔阔铁木尔寅与其妻子庶人 从古城北顿去至黄河 得刘牧已渡 徐达大军战绩辉煌 秦元汉王 文绩王级国公言思孝 平章汉长 古林赤 严凤仙 李景昌 查罕不花等官 一千八百六十五人 将校士族八万四千五百余人 或马万五 千二百八十余匹 骆驼驴罗杂处称氏 此后明军又接连取得不少胜仗 朱元璋对彻底消灭北元充满了信心 到了洪武五年 朱元璋再次命徐达为主将 李文忠 冯胜为副将 率领十五万大军 分岛出赛去阔阔 这次朱元璋的目的很明确 彻底打败阔阔铁木尔 离亭扫学 灭掉北元政权 消除明朝北部的边 但是朱元璋显然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把刘伯温的忠告当成了耳旁风 这次明军兵分三路 结果两路都遭到了惨败 特别是明将之首的徐达 遭遇人生最惨的败仗 史书对这段记载很简略 大将军指徐达至领北 与阔阔域大败 死者数万人 另外一路的李文中也损失惨重 只有冯胜取得了一些胜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